助力新农村奋斗向未来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托磊 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在节目当中我们将对话 幸福乡村好人物 分享美丽乡村的好物品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为了遵守防疫政策 我们今天依然和嘉宾们 是采取云上录制的方式 我们介绍一下 两位我们的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那么今天我们的幸福乡村 好人物是谁呢 我们又会分享什么好物品呢 我们来看到一段VCR 一顿火锅让他吃出了商机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辣椒 生产出来的火锅底料 这个是我们自己烤的辣椒 是高山种植的 城里长大从没种过地 他却一头扎进山村 一待就是12年 今天这个苗子 看嘛 好习根了 最好是用地磨 他烧些草 好坏包收 亏本生意他也敢做 村民笑他傻 同行说他吃 他却说 转了 我们都给他成了一块 五十万一喝 我们也做到了那一点 到最后老百姓也信任了我们 我们想大的发展 我已经种了四楼 保持公司了 钱花在种辣椒上 他却三心二意 迷上了做牢糟豆瓣 村民说他是不务正业 他却说 歪门里面有正道 光做辣椒还不够 要提高辣椒的副价值 才是硬道理 火锅底料这个生产线是 2020年建成的 21年头产 我们有四条生产线 做生意讲究核武器生财 他却喜欢与人较劲打PK 这葫芦又是卖的什么药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位 埋头山村十二年 把小小辣椒做成大产业的 乡村共富带头人 罗善英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重庆五龙的辣椒女王 罗善英 大家好 福利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重庆五龙 童子镇的罗善英 我在五龙种了十二年辣椒 大家都叫我辣椒英妹 我帮你拿了一下 今天我带来了我们当地的高山蔬菜 高山辣椒 福利老师你猜一下 我这里有几种辣椒 这不都长得一样吗 不是的 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手碰也没问题 你看这个辣椒 手碰不会辣呀 不辣 这从个头上和从外观上 我真看不出来 都一样啊 长得都一样 你还是揭晓答案吧 给我们科普一下 这里面有三种辣椒 因为我叫罗善英 他们都叫我辣椒英妹 那你种辣椒种了多少年 十二年 你多大年纪 我要满六十了 你要满六十了 吃辣椒果然能使人年轻 种了十二年辣椒 是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十二年的辣椒生涯 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种辣椒比上班 比什么都强一点吧 种辣椒比上什么班都强一点 此话怎么讲 就是比如说收入上啊 这些的 收入高 跟当地的村民一起感觉到 幸福 还有吗 很亲切 就是当地的政府对我比较支持 因为他们那里啊 很少有商家去的 刚才他说啊 种辣椒比做什么其他的工作啊 要强一点吧 收入高 幸福感强 政府有支持 是吧 就是 那我们今天对于你的故事 我们从哪说起呢 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着 种辣椒开始说起好不好 好 来我们来看哪张图片 有一次在江北城吃火锅 那个老板吃完了以后我们闲聊 他就在说他的火锅 火锅倒是好吃 但是他的原材料就是参差不齐 他说现在的辣椒商机比较大 就说重庆现在到处都吃火锅 十二年前是吧 但是买原材料 他们都在新疆荷兰这些地方进料 进原材料 我觉得我们周边也可以种啊 你平时自己喜欢吃辣椒吗 那会儿 我非常喜欢 也喜欢吃 我是外地人啊 我不是重庆人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到重庆的火锅 但是很显然有正宗的有不正宗的 那么这正宗和不正宗之间 是不是辣椒起了很大的因素 是的 辣椒花椒起了绝对的因素 绝对的因素 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口味 是否正宗起了决定的因素 是的 是吧 那正宗的这个重庆火锅里面 都用的是一些什么辣椒 都是本地辣椒吗 本地辣椒也有一般的 正宗一点的 就是我说的 就是我们种的那个辣椒 叫什么名字 大号那种 燕椒 就这种辣椒做出来的火锅 才有那重庆的味道 跟老板聊了一顿之后 你就想做辣椒了 就马上就开始着手了 不是 有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做 没做 那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呢 我到五龙区旅游的时候 在回来的路上 看见有老大爷 他们在卖菜 卖辣椒 都是在路边卖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开了两个车去 当时在路边 给他们的菜全部买掉了 当时一个老大爷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辣椒非常好 因为它这里是卡斯特地貌 辣椒的厚度和日在时间长 而且它不像其他的辣椒 干辣那一种 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我们现在有很多小观众都不太了解 怎样评价一种辣椒 它叫好辣椒 不干辣 不干辣 我不明白什么叫干辣 就是辣的烧心 吃了觉得总想喝水不舒服 那不干辣的是什么辣椒 不干辣的就是这种 就是香辣型的 香辣型的 就比较润 就没有那么干燥 疗人 是这个意思吧 你种的是哪种 我觉得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香辣的 香辣的 这种就是又香又辣 它这种就是颜色好 但是不是很辣 有卖相 如果做火锅底的话 要加两种辣椒做 这种就是非常辣 有七万多辣度 有的顾客喜欢吃辣一点的 就加这个 所以评价一个辣椒 是好辣椒 除了它的辣度之外 还有卖相 好看 还有什么 就是香 就嗅觉 味觉 视觉 都要满足 那当时这个老大爷 跟你说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就开始想着做辣椒了 我们当时把它的辣椒 全部买掉了 你买那么多干嘛 我们几个人嘛 两个车的 买回家吃 买回家自己泡 做泡菜 买回来以后 觉得这个辣椒还不错 本来以前就有这个想法 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做事 说白了自己也是个吃货 也喜欢吃 也喜欢吃辣椒 有兴趣 也嗅到了商机 那哪一年正是开始的 10年 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10年我一个朋友 到五龙 他们是去服刑那里 他们去服刑的时候 就跟我说了 我跟他们一起去看 当时他跟他们政府介绍的 就把我抽上去了 就马上说他就是在这里来 想种辣椒的 考察的 当时他们就把我带到地里去看了以后 很多村民一听说有人来种辣椒 他们都全部都跑过来看 招商影子 自己推豆花 把腊肉煮来给我们吃的时候 吃饭 很多村民都来了 听说有人来种辣椒 他们都很高兴 当时在那个农家喝酒 村民就跟我说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我今天就把这杯酒喝了 可能有一两两把 他一口就干了 一口干下去之后 你不做也得做了什么 因为当时我也答应了 可能喝了一点酒吧 不能喝酒 喝酒容易冲动 吃着酒心就说答应了 现在12年之后回过头来 你怎么看这杯酒 你得感谢这杯酒吧 我觉得还是值 当初喝这杯酒的人是谁 是我们今天要请的那个人吗 今天不是的 不是 但是今天这个人 我也因为他 我要在这里坚持下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见证了 你这12年来 中辣椒的整个过程 是的 你介绍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正卢 童子镇的书记 陈正卢 卢火的卢 是武龙童子镇党委书记 来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 董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市武龙区 童子镇的陈正卢 很高兴见到大家 来请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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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看着年纪应该不比我的 应该比我小吧 我爸四年 你小 小弟弟 我七七年的 今天见到陈老师太激动了 不要激动 我见到你们的辣椒更激动 这个红色就是喜庆 而且红色代表什么 个性 代表重庆人的个性 是 陈正卢在讲与罗善英的故事之前 我们要先看待一张图 是一个地方 是你们那 典型的大山区 是 偏远 高寒 我从小就出生在 我现在工作这个乡镇的旁边的一个乡镇 不远 然后也在童子镇上过学 还带了你当过老师 那里它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山区 偏远有多远 从五龙城区到我们那里的话 有八十多公里 八十多公里 道路不好 那个时候 英杰他去中辣椒之前 那个时候 从城区到我们那里要两个多小时 运输不方便 出入很不方便 说到这里 我确实挺感谢英杰的 你们认识多久了 2012年吧 十年 十年 那你说说你们认识的那一天 描述一下那一天的场景 12年我到童子工作之后 领导就让我分管农业 刚好就是要服务这个辣椒产业 我第一次见到英杰的话 穿着很时髦 现在也很时髦 戴着很酷的墨迹 始终不离走养散 典型的一个城里的姐姐 听说是在我们那里煮辣椒 我就觉得这像煮辣椒的人吗 而且我当时分管农业领导 就交给我一个任务 要把这个产业服务好 要把罗总给留下来 为什么留下来呢 因为我们那里的做农业的 能够留住一两年的都很不容易 做到三四年的话 那就是原了几别了 主要还是因为偏远 所以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就要把它留下来 所以当初你认为这是个 兼具的任务 对 我看到他那个样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打交道 可能就这一两年过了 也可能是要走的 那年你多大 二十七八岁吧 那年你四十多 对啊 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 低眼界你又 这人真洋气 看这娇生惯养的样 应该留不了多久 就是当时我也觉得 他们政府怎么派个年轻人 来跟我对接啊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肯定 他也不怎么懂农业 你觉得他可能没太多经验 我觉得一般的懂农业的 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吧 看着很干练的样子 这长得太清秀 我就觉得他肯定不是 也做不查 就是一开始第一眼见面 你们谁也瞧不上谁 就是 但又必须要彼此共同的 来把这件事情做好 就是 是吧 这事挺难办的 是 我当时确实没底 没底 你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 我觉得干农业的嘛 就好像有点农民的样子 什么叫农民的样子 不是像他这么时髦 不能戴墨镜 肯定是吧 不能拿遮阳伞 你去田间地头 怎么与老百姓相处 老百姓怎么可能相信你 你看你这偏见了吧 是 当时其实 有这样的想法 那我们问问英姐 都种了两年辣椒了 还搞那么阳气 怎么干活呢 但是我干活的时候 就不可能了 干活的时候该干嘛干嘛 所以你是工作生活分开的 是的 平时我还要自己的穿衣风格 但是工作起来绝不含糊 你看是你理解浅薄了吧 是的 陈书记第一眼跟你见面的时候 他担心你留不长 但事实情况是 那一年你是想走吗 也想过 也想过 是的 当时觉得 一个是那里远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觉得派的人来 太年轻了 肯定帮助不到我 当时前面一个 就比较劳力一点 副镇长 副镇长 年纪比较大 你看你们俩都有刻板印象 一个信奉嘴上没毛 办事不牢 另外一个信奉 咱干农业的就应该 普普逐逐的 你们都看不上彼此 所以呢 接下来你们俩是怎么工作的呢 因为当时那一年 正好12年 我也想要做就做大一点 就跟陈书记商量嘛 11年的时候 我这种 基本上种了 还不到1000萌 接近1000萌左右嘛 1000萌就好大了 12年的时候嘛 那个时候 那个党务政法 和他们商业就决定要扩大规模 目标是要干到4000萌 这一萌你们能说多少呢 一萌一班的 做得好4000斤 都有 原来最先给我种了1000萌 所以说我说想走 但是后来他们政府也想留我 我就跟他们说了 如果你今年给我能种上4000萌 我就在这里修厂了 就现加工 那你以前不是在那加工的 最先是拉干辣椒走 后来做干辣椒的时候 感觉到又容易坏 而且我们那里 你看到这个山路 当时的路比这个还差多了 拉到重庆 基本上要一天的时间 那有的时候辣椒本来从老百姓手里 收来的时候就有一点湿 就拉回来就坏掉了 就想法在那里修池子烟 修池子够吗 够烟吗 当时没想这么多 修几个池子就够了 但是后来一看修池子也不行了 也不行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损耗 对吧 那索性 如果规模扩大 降低成本 我们就建厂 先做这个第一次加工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你这个想法跟这个陈书记说了没有 12年的时候 还是过中了4000萌 当时我觉得陈书记 他去找了一些老百姓 给他们说嘛 因为有的老百姓 他不一定相信 他不种 但是有的愿意种 叫他们政府去做工作 确实当时发动挺困难 因为之前嘛 农民就种玉米啊 红薯啊 土豆这些 他们没做经济作物卖 基本上自己吃 我们动员的时候 老百姓就觉得 这个辣椒 没人来说怎么办 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心里还是对这个厂子 对那个银姐不太信任 靠天吃饭 谁也难说 收成怎么样 但如果有一个人来兜底 反正种好种坏 我都收 而且按固定价格收 他们就愿意种 是吧 对 那固定多少钱钱 一块五 一块五 这个价格是 咋定出来的一块五的价格 因为我教育了很多市场 当时市场里面卖 卖一块八到两块钱金 收一块五 你留两三毛的利润 一毛钱的运费 一毛钱的运费 当地村民们能接受吗 一块五 他们都乐意接受 乐意 因为他们平时种出来 也卖不出去 自己也吃不了 反正你包销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低于一块五 他们就不种是吧 其实最最核心的 倒不是这一块五 一块五老百姓 他能够接受 还是就觉得 怕不靠谱 种出来了 万一走了 怎么办 就觉得 前两年 小规模 还不怕 一下子发动这么大的面 万一他 那个城里人说 跑就跑了 再加上戴着个墨镜 拿着个这样伞 确实当时 一个动员老百姓 另外也确确实实 从基础设置 交通这些建设上面 做一些努力 按一块五的价格去收 这有风险吗 亏过吗 亏过 就是辣椒烂了以后 肯定就会亏 那亏过多少 亏过最重的一次 跟我们说说 11年的时候 一般我们下雨天 就不收辣椒 但是有的老百姓 他不一定 每一个都很听话 叫他下雨天不去栽 他平时 不下雨的时候 他去做其他事 他就下雨的时候 他去栽 栽回来 那个辣椒放一天 就灌掉了 他明知道 下雨天去栽下来会坏 他为什么下雨去栽 白天他要去做其他事 或者上班 那还有卖辣椒重要 卖辣椒有钱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是不是把重辣椒当副业了 是的 不是主业 他不是主业 差不多是 亏的话 有句跟建设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应接他主动亏 也真是因为这一次 让我对他开始相信了 也就是我刚去那年 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在全镇上下共同努力下 我们把4000多毛就干成了 但是我们那里海拔比较高 进入了11月份的话 天气都就冷了 辣椒它就红不了了 而那一年扩大规模的话 我们在高海拔地区也种植了不少 进入10月份之后 农民地里还有很多辣椒 红不了了 老百姓地里的那个还没红的 那就这么多 怎么办呢 当时就那个在云姐商量 他没有多犹豫 就为了第二年的发展吗 那个毫不犹豫的 一块五的价 一收到几 好坏都收 一收到几 管它红没红的 红到轻的 最后它是红不了的 就是轻的 地里的全部都收 但是收来之后又交不掉 怎么办呢 就只有倒掉 就是我亲眼 以后全部倒掉的 见证到的 那个时候从厂子里面 拿了两大车去倒掉 倒掉的时候 我英姐你是什么心情 没办法呀 倒掉的多了钱 自己也吃不了 但是为了明年的发展 如果你今年不收了 明年老百姓 是绝对不会给你做 我就问你 那是一种什么心情 就是心痛 心痛 是心疼钱 还是心疼 这个付出 无法回收 心疼钱 心疼钱 我是做事 就是心疼钱 其实挺可惜的 那您看到 他倒掉那些烂辣椒的时候 您是什么心情 既有点理解 你觉得心疼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人可靠 我一下子 信心来了 人家亏了钱 你心情来了 我觉得有底了 因为这么诚信的人 我就觉得 他应该是能够用心地干下去 那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 信守承诺的商人 宁愿自己亏损 也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和农户的利益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样的合作伙伴 我愿意给予更大的支持 是 是吧 而且让我肃然起劲 所以还是要经历事情 对 对不对 不要看人家戴墨镜 穿着拿这扬伞 对 对 我们都说重辣椒 重辣椒 只知道海拔高 路途遥远 我们并不知道 重辣椒的过程当中 在丰收的背后 都有哪些特别辛苦的事情 其实重辣椒真的很苦 就是每天早上 七点钟必须出门 早上吃多一点 本来吃半碗 还是一碗饭的 必须吃上两碗 要晚上才能吃到饭 就两顿 中间没时间吃 一个没时间吃 因为收货 就在田间地里收 那里就没有住家的 带面包吗 那里跟没有面包了 没有面包 吃辣椒 还有就是 晚上有的时候 收成通宵 第二天又接着收 还有什么 特别让你难以忍受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 收辣椒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 有一次塌方 刚好走在那里的时候 一系山就垮下来了 如果我再走快一点 就可能车和人全部 下面就是一百多米 掉下去 当地的村民 就很好来帮我 把石头扳掉 除了这塌方的危险 还有什么 厂子里 我们那里很多蛇 有一天就在房间里 看见一根蛇 我那一天床都不敢下 后来就连吃饭 都不敢下来这种的 你有的时候会不会问自己 何苦呢 有的时候也问过 我就想 我就在重新随便做什么 也能养活自己 干嘛要再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去受这种罪 也想过放弃 也想过放弃 但是当时给那里的村民 也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也不是每年他们村节 都要杀猪 每一家基本上都要请我去吃饭 村民已经把你当自己人了 你给他们带来了 更好的收益和生活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儿子结婚 我根本没有请他们当地的人 因为我没跟人说 就是我厂里的一个工人 知道了 他看我买几十条烟 他就问我 他说你买这么多烟干嘛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儿子结婚 只跟他说了一句 他当时也没跟我说要来 到了我儿子结婚那天 来了十几家村民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 觉得他们都把我当成一家人了 而且他们当地的风雪一般的送礼 就是很轻的送五百块钱 一般的两百三百 当时到重庆来的人 最少的一个就是五百块钱 特意跑到重庆来 特意跑到重庆来的 最多的一个送了两千块钱 儿子也结了婚 你就一个孩子吗 一个孩子 你没提到过你的丈夫 我是离了婚的 哪一年的事 两千年吧 两千年 你做辣椒之前 做辣椒之前 你带着孩子 我开出租车 当时我是近身出父的 那你开出租车 带着孩子不挺苦的吗 是的 下了班以后 就跟儿子两个在宾馆里住 当时近身出父以后 没有地方住了 所以其实你想要做企业 种辣椒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因素 是因为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你想把这个家撑起来 也是有这个原因 你这儿子现在也做这个吗 我儿子不做这个 他支持你吗 他支持我 他也知道我的不容易啊 那你怎么没再找个伴 我天天在农村跑 一个老头子 愿意给我在农村去住啊 你本来是在城市里吗 我本来是城市里的 你在城市里也有朋友对吧 也有朋友啊 也有闺蜜啊 你觉得你城市里的朋友 和你这个在武农的这些农户朋友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这是我城里一般的朋友啊 就是 时时刻刻要打打牌的 平时交流比较少 但是在那里的朋友 他们都不打牌 我们都平时交流的都 还有我一个人在场子里的时候 他们每天晚上啊 他们怕我 觉得一个人孤独嘛 晚上 今天这个来陪我看一会儿电视 陪我聊一会儿天 明天那一个又来 其实我们村里面的人啊 山里面的人啊 特别纯不可爱 嗯 只要他感受到你一点点 对他好 他会加倍的奉凡给你 这是平常英姐对他们 也像亲人一样对待嘛 我就只想的是 他平常上街来去啊 那个开走车的话 见到一路的人 能够装着全都装着走 啊 不嫌那些是 啊 那个泥地里面的人啊 啊 那个啊 没有这种距离感 他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就更把他记在心间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经常去农村 跟村民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一开始啊 说不来 啊 他咋那么硬呢 但你跟他们在个交流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发现 特别可爱 但是 但是即便是如此可能也会发生矛盾啊 肯定也会 你也有吧 他理解不了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跟你发生矛盾 对吧 你有没有 有啊 现在想研发另外的产品 就是 辣椒做了十几年了 感觉到 十年以后想 做更有附加值的东西了 就更上一个台阶了 就想做火锅底料 做小面调料 这火锅底料里面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 我就用那个 牢招来做 嗯 当时买了一千斤糯米 嗯 我说来做 我们那个厂底的工人发现了 他说 你是不是明年不种辣椒了 嗯 我说怎么不种啊 他说你做这个干什么 他们以为你要转型 嗯 火锅里面要放牢招 他们都不相信了 嗯 所以一开始 他们不知道你的用意 嗯 他们害怕你跑 这事一流传出去 当时有几个臣民说 今天又不种辣椒了啊 你又要走了吗 嗯 就来问我 嗯 我说辣椒也要种 他们这么说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心情 他们有一种 害怕被抛弃的感觉 他们也是 渴望我留下来 都怕我不种了以后 你什么感觉 我就问你 就一大群人来质问你说 你怎么开始做牢招了 觉得是高兴嘛 是高兴 嗯 因为你很重要 就是他们觉得 我走了以后 譬如是当地的老年人 因为年轻人 他都出去打工了 他能挣钱 老一点的 他都出去打不了工 挣不了钱 他一年卖辣椒 一个家庭一般的 一年要卖几千块钱 他觉得也可以 其实你做牢招 也是想在当地做什么 我也在当地做 就让大家有一种 更多的收入方式 更好地带动大家的幸福生活 但他们不理解 那当你跟他们说了以后 他们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 或者更高兴的感觉 他们 我跟他们说了以后 他们觉得 肯定高兴啊 觉得 因为光是辣椒 要不了这么多工人嘛 有些觉得 再生加工 很多工人就 又可以在这里打工了 因为辣椒毕竟 还是靠天吃饭 是的 而且也太单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英姐 还做了哪些 产业方面的尝试 好吧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产品 来有请工作人员 这个是油腊子 吃起来又比较脆香 这用的是燕椒吗 燕椒 基本上每一锅就要 两三个小时熬制出来的 不是像其他的油腊子 它是用油泼 我这个油腊子就是 通过下锅熬出来的 这个是豆瓣酱 就是金钩豆瓣酱 我买金钩的时候 就是买的是100块钱金的金钩 成果最好的豆瓣就是皮线的 我用了皮线捐成的豆瓣做的这个豆瓣酱 这多少钱一罐 这个零售价16块 刚才那个呢 刚才那个18块 好 这一罐就是小面调料 这个一条几碗面 一般的三口指甲吃一顿是没问题的 光煮面就可以了 放一点 其他的什么调料你就不用放 这个多少钱 这个3块5 这好便宜 3块5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我对这个小面的这个比较感兴趣 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你为什么会想着做小面调料 以前我们家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开过出租车 也开过货车 以前我也最喜欢吃面 开车的时候就觉得吃面快一点 在做这个辣椒以后啊 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产品出来 就想到这个小面 现在的年轻人嘛 我就说他们生活节奏快 自己在家又不愿意弄 还有一个成本上比较低 比如说他一家人在餐馆里去吃 现在的小面一般都是8块钱 7块钱一碗 8块钱一碗的 我很少见重庆人自己在家做小面 我们都是在自己家做 那自己做那个调料怎么做 酱油嘛 辣椒 鸡精味精的 红油 红油啊 或者是猪油这些的 大蒜 姜 那不挺新鲜的吗 不挺好的 但是一般的人他不愿意去弄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觉得 麻烦 一个是麻烦 一个去剥了大蒜以后 觉得手的味道挺大的 他们都不愿意做 有了你这个 那就跟吃方便面一样方便 我这一罐 3块5毛钱 他一家人的面 三口之家 一般六两够了 可以拌一斤吧 拌不了一斤 六两差不多 六两 你为什么要摄制成六两 正好三口之家 一斤的话 吃不了 它就剩下了 这个剩下了又不好放 这里面有豌豆啊 什么东西在里面吗 没有啊 没有豌豆 有花生 花生 那你怎么知道 哪种口味是大家 是大众的口味 因为平时就爱做面吃嘛 天天都吃面 我拿给我同学上 还有我朋友上 尝了尝了就可以 我吃这个重庆小面 或者是别的面 或者粉 我都不喜欢喝汤的 我就喜欢吃干拌 干拌 这个干拌特别好 这个可以 那改天我肯定要尝一下 还有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锅底料 这个火锅底料就是用了牢灶 火锅底料要用牢灶的呀 而且我做的火锅底料 全部用开水煮了的 这有什么不同吗 卫生啊 比如说宣椒 就是用清水淘的 就是我现在新烟发了一款 除了老师的口味也闻一下 我闻一下 你看我没有包装 我怎么闻到有午餐肉的味道 哪里有午餐肉的味道 就是闻到有肉味 就是牛油的味道 普通的火锅里面都有牛油 都有牛油 但是我这个是工艺不一样 那个我觉得特别感谢英景 有了他跟我们尽量的基础 也增强我们更多元 去做产业的信心 同时我很想邀请朋友们呢 有机会能够去我们重庆五龙 到我们童子到英姐的辣椒厂 去看一看 这转眼12年过去了 陈书记啊 当年第一印象 是觉得这个女人不靠谱 是的 那现在再用一句话来评价 英姐 你想说什么 她是最靠谱的人 我最敬佩的人 给我们村里面带来希望的人 第一印象 英姐觉得陈书记太年轻 12年过去了 现在你用一句话来评价陈书记 只要找到她 她都是尽力去帮我们 还帮村民这些的 我觉得她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实实在在 一个是靠谱 一个是实实在在 那我们说说愿望吧 在那个地方待了12年了 乡里乡亲的也都特别熟了 一次次的做成了一件件产品 那我们未来的愿望是什么 我现在正在和另外一家公司谈了一下 就是她叫我跟她生产酸菜 萝卜 做一个大的赛场 做豆瓣酱 想往那方面发展 因为种酸菜那些老百姓收购快 他没有这么麻烦 所以其实你怎么评价你现在的生活 儿子也养大了 也结婚了 企业也还做得不错 那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现在就是算是一份责任了 在那里做了跟当地的村民 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他们也不愿意我走 只要我回重庆几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问我 你什么时间回来呀 你回来我今天做什么给你吃啊 或者他们做了什么好吃 来看我没有回去 就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跟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还有的我们的工人说我 你今后死了就埋在我们这里吧 这才六十还不到就讲这事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 助力新农村共赴向未来 我相信以前在最开始的时候 英杰只是为了自己的日子 过好一点 让孩子过好一点 后来坐着坐着坐着 责任变得越来越多 牟利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少 更希望看到那些跟自己建立了真实感情的这些农户们 跟自己一样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云上录制的另两位 这个白老师和史老师 他们有什么话想说 人们也好 这个听了你们这样的一个顾赏 我会感觉到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今天我特别有感触 是因为在我做节目的这些年当中 其实我会看到很多农村家庭的成年人 都会因为经济的一个局况 而去外出务工 所以导致了家庭当中 有很多的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 您这个还真不单纯 仅仅是一个创业去致富 我觉得其实是对每一个家庭的稳定和和谐 如果我们的新农村的建设 都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的带头人 那我想其实可能很多的孩子 都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们的心灵 他们的内在的力量 他们的尊严感 其实都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对于未来的社会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非常感谢您二位的到来 谢谢您的到来 希望您未来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这期节目的基调 就是说明咱重庆 海娇英妹 还有他们乡的书记 是实实在在的 做事情的人 是实实在在带着老乡们 一起走在工作路上的人 我喜欢这样的节目 反正他们俩是肯定是不太适合上电视的人 中国有一种人才很稀缺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上 就特别能做事 但是表达能力一般 所以今天这节目 我作为一个电视人的角度 我觉得不过瘾 但是如果这个节目的主题是 乡村振兴 我觉得很踏实 乡村振兴呈现状态 就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实实在在带着人 和实实在在的乡村干部 一起努力带动整个乡村 去致富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应该为他们加油点赞 当然我也做个小广告 多买他们的产品 未来怎么办 虽然财出血浅 但是我试着给你们 谈一点我的感受 它有三步期 其实在特色产品 发展的过程中 第一个 你呆有特色产品 比如辣椒 第二步期 你肯定要走 初加工 现在正在走在 初加工的路上 下一步 如果想提高农产品复加值 必须走深加工 而这深加工就牵扯到 跨行业的合作 比如现在已经在挺进 酸菜呀挺进萝卜呀 如果这个乡村 在未来的规划中 在跟特色的旅游业呀 生态农业这样的文化产业 发生一些链接 或许就是一个成法效应 不要小瞧辣椒 辣椒很有个性 很美 对于文化 对于旅游来说 辣椒有着非常吸引人的内涵呀 我在一个地方 一个火锅店看到一首诗 这个诗也很像写罗山英大姐的 荔枝生参菜谱中 少时葱绿老来红 青情不怕千刀碎 酌料油条百味风 钟勇一门萧江啸 威言万古圣王虫 喜逢天下清平日 挂气灯笼 亲大同 祝咱们 海交英妹和你的乡亲们 在未来的共复路上 越瘦越宽广 生活越来越幸福 谢谢你们的到来 现金交付 现拥有厂房十余亩 收购既工人三十余人 三条生产线 旺季最高每天二十余万营业额 常规年产值超五百万 被誉为五龙的辣椒女王 其实对我们的争力非常好 它同时不拖强我们的工人的工夫 我们的争力上班又方便 争钱又不没落 午餐和晚餐 我们都是在厂里面 跟你们一起吃 我们有兴趣一样的 谁要说呢 我们都谁说谁答 因为我们是员工啊 这是自媒对待 欢迎大家都去当地 不管是创业 投资 还是去旅游 去看一看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地方 不光是了解产品 记住它 而是对它产生某种情感共鸣 从各取所需 变成了彼此之间情感的认同 听过这期故事的 比如说这些人 或者看电视机前看到的人 再吃起这个来 就会想到你 就会想到你 就会想到12年前 那个外表时尚的 英姐和那个 看上去很年轻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陈书记 12年之后 沉淀了这个产品 你看我们再吃起这个产品来 就会想这么多 今天非常感谢英姐和陈书记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 还会有更多的 这样的一些 幸福乡村的好人物 以及美丽乡村的好物品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长期关注 再次感谢英姐 感谢陈书记 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陈书记